鏡頭上 鏡頭上 1 7 5 6 7 8 辛苦這麼多位網友要等多一會 不好意思 這次Daniel和梅拉合作拍攝賀年MV 我相信對於雙方都是一個大的突破 為什麼會合作呢 因為我們本身兩邊都是一群比較追求創新的一群人 而我們對質量有一個追求 而他們又會對於網上的內容有一個追求 所以就合作 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澳門也可以做到這樣的事 以往我們都是自己做了一些項目出來給觀眾看 那今一年就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還是我們可以嘗試跟其他製作者合作呢 剛好我認識Albert這次項目的另一位監製 所以就跟他說 還是我們嘗試純粹是玩的 我們純粹主要是創作的部分 然後Albert立即就答應 他說可以 然後大家一拍即合就出了這個項目 其實今次的故事內容講述一個宅男 他不想過一個傳統的新年 所以對新年作出一系列的控訴 最主要的訊息就是 告訴觀眾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過新年的方法 即不一定要根據傳統的形式去過新年 想有一種破舊立新的感覺 帶出來給觀眾 工作得到很清楚 和解釋的故事 和解釋的故事 是一部分的故事 是一部分的故事 在這製作的設計 我想要做一個新年輕的 新年輕的感覺 我選擇用了12mm的照片 這製作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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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小的視頻 很多的視頻 都會比較小的視頻 一切 一切的照片 是我的偶像 操作 是拍攝 在慢速度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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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才會數ет 而面的始終龍動 rapidly是出了 我覺得輕盈控的把擂盤的雙層 可愛的替腳 resume 這次的音樂製作的高度 也幫助了重點的最後一場 在影片的調色和色調 我希望用來提示中國新年代的感覺 代表了很多白色和暖色的調色 同時有些藍色的藍色 幫助創造色調色 當色調色已確定 就算是時間工作任何的視訊 這次的音樂製作 其實最大的困難就是 如何用緊有資源 做好大家都滿意的作品給人看 我沒試過一次過接觸30個藝人 所以其實如何調動他們 如何利用到發揮到他們最大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如果在這裡玩耍的話 一定會影響到他們做事 還有我們已經是延遲的 我們馬上進入了 好嗎? 讓大家慢一點 不好意思 我們在錄影中的時間 這意味著 燈光和鏡頭部的訊息 必須有足夠的 任何預設設設備 都必須在錄影中間 協調、細節的安排、場地 各方面都要有很多支持 以及中間多得製片們的安排 到最後 大家都成功做到一個 大家都滿意的作品 多得每一位幕後的人 的200%的努力 去令這件事發生到 我覺得最令人感受到的 是看到一群群的興奮的人 工作得非常好 全場70人 各司奇蹟都是為一件事好 那一刻你會覺得 很感動 最令人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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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次的項目後 我相信大家都有所成長 沒有希望未來 可以合作不同的項目 亦都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成長 澳門都是一群人 對這方面有一個追求 以及有一個肯定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要多親身的 功夫 新生 有個級別的 離開 美 有個級別的 愛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